家里人补贴你的生活,这不叫坑老 搞得我们现在不敢为家里人要来 基本上上海 本地的90%都 巴蜀吧,都坑老的 反正因为他们家里面底厚吧 几套房 又有钱 对吧,就躺平了呀 这种嘛,我感觉是 应该学习外来无工者 他们早上六点起床 七点上班 晚上九点下班 这个情分度啊,这个真的是 因为家里面你资产 你总共要有一天用完的 也不可能一直 一直在用啊,对吧 如果说你赚钱了 再问家里要,这要坑了 你钱赚不多 问家里要一点补贴,这不算坑了 每个 每个 就是说我们当地人 都要家里面补贴的 你不要补贴,爹妈会给你的 因为你知道在上海,这边成本很高啊 你结婚,你买个房,买车买房 咱们先不说了 你结婚,这个财业钱 有小孩的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什么钱 钱都是钱啊 都是钱,因为你,你靠我们年轻人啊 一个月两个人加起两三万 怎么够呢 不够的呀 肯定不够的 如果说不给你买车买房买车 我们帮你给我们买得起吧 几千万几百万的房子买得,买不起的呀 嗯 对吧 这种不叫坑了啊 对 这不叫坑了是那种已经能够 过上很富裕的生活了 钱够了 动血歪脑筋 把那钱存在 不让爹妈知道 另外再往爹妈 把钱坑过来 这叫坑坑了了 爹妈一共就一些退休金没有了 对吧 就是不愿意去工作的 应该去工作的 应该去上班的 这个东西嘛 大家可能跟我想法很多都不一样 对吧 都想老子有钱工作屁啊 我去有些地方打工也是 他问我你有钱吗 我一说 他说那你还过来干活干嘛 干活干嘛 你直接回家睡觉不就可以了 这不一样的 对吧 看老哥补贴还有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只是说什么呢 老一辈想让我们自己去吃吃苦 锻炼锻炼 去挣点钱 不要老是问家里要钱 对吧 那么衍生出一个词叫坑了 这样的 以前没坑了的 已经都是补贴补贴 哪有坑老的 没有坑了这个词的 后来感觉我们这一代人太太开心了 太愉快了 完全躺在爹妈身上 那么在隐身处一个词叫坑了 这个是这个就是说老一代对我们的看不惯吧 我们已经比外来物工者好很多了 房友是什么都有 像外来物工者过来还要租房 对吧 还要租房有些过来能买房了 付了个首付 爹妈还帮你帮你还贷款 这样的 反正我们已经在密贯之中了 就应该好好争取吧 谢谢大家